接下来要带你来关心淡水以及北海岸的重点新闻 经过四年的工程淡海轻轨在昨天傍晚下午5点 于淡水行政中心前的广场举行通车典礼 由市长朱一伦会同新北捷运公司董事长陈建宇 捷运局长赵少连等人 一同将列车的模型放上桌台 宣告正式通车 而在典礼之后也在12月24号开始 早上六点三十分是营运通车至晚间的十点 每十五分钟就有一班车沿线十一座的暂体 皆有规划机密大师的一式作品 民众都可以免费试程 经过四年的工程淡海轻轨在昨天傍晚下午 五点于淡水行政中心前广场举办通车典礼 市长朱一伦会同新北捷运公司董事长陈建宇 捷运局长赵少连等人一同将列车模型放上桌台 宣告正式通车 朱立伦表示夜旦节就要到了 能够在这个时候让轻轨通车也是非常欢乐的时刻 更是要送给新北市民一个非常大的圣诞礼物 更实现他当初的三环三线承诺 充满了欢乐的日子 因为即将是夜旦节 在夜旦节的前夕我们正式淡海轻轨通车 开始试程一个月 那这段期间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大家一起来试程最美丽 最有艺术感 周边景观最好的淡海轻轨 这我们经过了差不多将近四年的努力 正式通车 市长朱立伦表示当天带着官员 还有许多市议员以及媒体搭上了艺术列车 从行政中心站搭到了红树林站 抢先体验淡海轻轨的安全性与舒适性 在搭车过程 市长朱立伦表示空间相当宽敞 而且大的景观窗 以及可以远眺观音山七星山风景相当美丽 我们也希望未来不只淡海轻轨 接下来的环壮县接下来的安坑三阴万大县 一条一条都能够搞一点通车 让我们新北市的轨道溢出 能带动整个城市的发展 成为一个轨道溢出最发达的一个大都会 在活动现场不只是有许多景观 三处打造的轻轨花园 还有来自淡水各特色景点的摊箱 进行DIY的彩绘活动 虽然当天下着大雨 但还是不解民众的热情 通车典礼相当顺利 朱立伦表示 不只是淡海轻轨 未来三环三线还有环壮县 安坑县三阴县万大树林县 也会陆续完工通车 带动新北程序发展 而在典礼之后 于11月24号开始早上6点半 市营运通车至晚上10点 每15分钟一班 沿线11座暂体皆有规划 吉敏大师的艺术作品 民众都可以免费续程 而市营运期间为一个月 记者许多安逸 再去三环报道